安全第一 随行所欲是否安全 神拥有至高的权柄 世人若背逆他的话是否安全呢 我们要向谁负上责任呢 现今在世上流行的观念是 犯罪不是问题只要注意安全 酒罪不是问题只要有人接送回家 吸毒也无所谓只要使用清洁的注射器 同性恋也可以既然存在就应该接纳 淫乱放纵也不要紧 只要采取防范措施 只要你喜欢尽管去做 只要注意安全就行了 然而圣经给我们立定了正确的观念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 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 因为罪的工匠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有生 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无毒的毒药 安全的不法 安全的罪 这种说法本身是矛盾的 就如说健康的疾病 无毒的毒药 清洁的会晤或活的死人一样 像老鼠谈论安全的补暑器 鱼儿收到安全的鱼钩 或猪想到安全的屠宰场一样 罪绝对不是安全的 不顺服神圣洁的诫命 结果就是严重的刑罚 被逆神永远是危险的 有害的 被神定罪的 并且往往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 所多玛和俄罗拉的罪恶深重 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 所以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 所多玛和俄罗拉 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四节 同样在立位记十八章二十四节 二十章十三节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八节 这几处经文 神向我们做出严肃的警告 神的旨意和计划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 神设立一父一妻子 且看为宝贵 见创世纪第二章二十第二十五节 这关系不仅是安全的 也是应当受尊重的 是圣洁的 不可玷污的 是真正使人愉悦满足的 可是人类却背弃了神 为人所制定美好和健康的婚姻关系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以奸淫的 坐鸾桶的 青蓝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至十节 犯罪的人怎样得到平安和救赎呢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神有好消息给所有人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很多人也意识到自己需要神的公义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也是这样 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只有在神唯一救主 耶稣基督里才有平安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第八章一节 神能够也愿意随时拯救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七节 不要被所谓安全的罪误导欺骗 基督为不敬前人死 他为罪人死 他为有罪的人死 他也为你死吗 心靠复活的基督 他是唯一救主 他就是平安和救赎 他能拯救到底直到永远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